我的天啊 最后的两声 啾啾啾啾 不管是曾在超商热卖的小布袋戏偶素环珍 还是深受粉丝喜爱的小小午夜天 Stereo的小鼠 或是电玩群龙默示录的黑龙王 这些风格不同的公仔原型 都出自这对七年级的夫妻之手 只是制作公仔在女方家长眼里 原本是不务正业 十年前这个行业真的没有人知道 讲公仔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 都讲说做玩具设计 或者人家以为你就是做捏命人 前几年我在家是不能讲说我在做什么 然后我明明已经毕业 这个是我的政治 但我妈却跟人家讲说我在读书 她对这个行业虽然很有热情 但是家里面无法感受到 那相对的会变家里不太认同这个行业 也会不太认同我这个人 尽管如此 他们仍毅然决然跟厂商借土 从脸书出发 帮脸友克制拟针公仔 他们不只讲究神韵线条项 还主动说服客人制作三国盔甲 天使美人鱼等造型 他们也结合时事推出 补教人生 泡汤人生 夜市人生等 组合型公仔 哭手又逗趣的风格 吸引公司店家前来下单 不过真正让长辈改观 是因为制作大甲震蓝宫的妈祖公仔 家里面会觉得 哦 有做神明 那表示神明有保佑你们 有看到你们努力 做这种游戏任务 阿嬷会觉得是怪异乱组 这很红耶 虽然因为不懂计算 时程跟成本 在霹雳布袋锡公仔 一案上小培 却也因此打出了知名度 吸引五月天的阿信 跟设计师波尔良 上门谈合作 现在这对年轻夫妻 已经连续六年担任 阿信创立品牌 Stay Real的合作原型师 也受邀到各地 教授公仔制作 我们用的产品要比较特别 也是我们自己去研发的 一种材料叫魔术图 那它在软的时候 是很好去塑形 而且细致度很高 然后一般你用手的温度 就可以去弄软它 然后经过烤箱烧烤之后 它就会像塑胶一样的硬化 原本不被看好的事业 也冲出一年两百万元的收入 不过最令他们开心的 不只是得到长辈的认同 还有过年前刚诞生 全世界唯一的一只 限量版小宝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